台湾竞争力论坛发表了第四季 台湾民众国族认同大调查 结果发现有8成5的人 自认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而对于中国人的认同度是5成6 比上一季微微上升 九合一选举落幕 执政党惨败在野党大胜 但台湾民众的国族认同结构 并未受到冲击 台湾竞争力论坛发表第四季 台湾民众国族认同大调查 结果显示有85%的人 自认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较上季减少2% 而目前台湾民众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 则违升到56% 整体而言 今年受到太阳花学域影响的中国人 认同比例从第三季开始逐渐回升 这样一个现象的话是非常可惜的 也就是平常心常态化 这两岸关系如果进入平常心常态化的话 就是一个非常和平的状态 另外针对时事问题调查也发现 目前虽有合计五成的人认同国民党的两岸开放交流政策 但却也有过半民众不认为民进党是两岸交流的阻挠者 这假设是政党轮体刚开始应该不会太大影响 那假设会有影响可能是后续 假设真的是民进党执政党 那他执政党一年两年 那来看他的一个变化 林中山也表示 九合一选举结果对目前台湾民众的国族认同 并无明显影响 但未来民进党的两岸政策 与中国态度都是2016总统大选的重要因素 值得进一步观察 记者胡志欣 吕雪浩采访报导